又来了 又来了 好 出去 电话讲到一半 又有余震发生 余缸内的水剧烈晃动 地震不断 截至3号下午 已经出现超过100次的余震 像规模7.2 7.4以上的地震 我们预期规模6以上的地震 大概会有10个以上 那甚至规模6以上的地震 可能持续在这一两个礼拜都会发生 像9和1来讲 它的余震可能到一年多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专家预估这次强震 余震不仅次数多 还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在3号上午7点58分的主震后 8点11分出现规模6.5的余震 之后也有三次规模5以上的余震 另外像是10点36分 12点48分 下午3点16分 都在一分钟内连续发生两次余震 地震频率相当密集 应该是整个系统的行为 琉球海沟跟台东重谷 跟中央山脉断层 整个系统的行为是有关的 以地震的发生这些行为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正常的 地震专家马国锋认为 以花莲外海 琉球影摸带来看 出现规模7以上地震的理论 周期大约百年 规模6以上地震 大约每10年就有一次 规模8地震 大约400年来出现一次 未来不知何时 可能会发生民众不能大意 花莲外海产生规模7以上的 几率大概是30% 所以规模8地震 大概是16%左右 琉球海沟 它还是有可能有更大规模的地震 那这直刷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并不知道 不止花莲有未知风险 另外还有专家市井 因为嘉义近期也发生多起 有感地震 学者普遍认为 梅山断层也有百年在线周期 能量持续累积中 未来不排除也有较大规模地震发生 民众要随时做好防范 新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